距離美國台灣政策法通過的日子 還有50天左右 因為明年1月3日 國會參眾兩院任期戒換之前 理論上要通過之後還要交給拜登簽署 但是現在在這50天裏 都有一些變動 譬如修正某些字眼 諸如此類 上星期都說過 有三個關卡還可以過 聯合報社平比較深入去分析一下 標題說 希望加強台灣安全 會不會反而置人民於險境呢 對於目前的看法 聯合報有一個很特別的觀察 在這個問題上 北京和白宮是難得站在同一陣線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都一再警告 法案生效對台海的影響 將比佩洛西訪台更加嚴重 有緣在先 而美國的行政部門 包括美國的沙利文 沙利文等等 都覺得真的有危險 所以也是不斷去遊說 和發言 不希望通過台灣政策法 將政策法裏面 某些內容某些強烈 或者敏感的字眼 調較溫和一些 包括究竟有沒有 准外交關係的情況出現 其實也是其次 聯合報特別提出一件事 就是當中這條法案 是要達成對大陸有阻嚇性效果 這個阻嚇性效果 其實是挑釁了台海的穩定 這就是究竟你做這麼多事情 目的在哪裡呢 如果你想做出來 目的還未能達到 反而是令到一個反效果出來 那你是不是還是循著這些方法去做呢 無論是台灣還是各方面 都有很多的看法 香港輿論都會覺得一樣 我和家權都會覺得一樣 這些所謂的阻嚇力 很簡單 你全世界面對一個俄羅斯 面對中國 這些所謂的阻嚇力 只會激發了他們的領導人 更加強的鬥心 你越阻嚇 我就越動你 但是這個台灣政策法 可以說是 以前聯合部黑白爪都說的是 包山包海的 就算改了一點字眼 我懷疑那個具體的效用 也相當大 因為參眾兩院裡面的 不管你是民主黨或者共和黨 基本上那個分歧是不大的 對台灣的支持 幾乎可以說是有一定的共識 聯合部都很清楚 計算時間了 現在你剩下 還有50日左右 接著首次就是中期選舉 美國當前有兩個很重要的法案 美國人最關心 國會最關心 白宮最關心 一個是國防授權法 一個是聯邦總預算法 這個是優先通過 雖然台灣政策法 雖然在某些 特別是挺台議員 相當是重視 但是相對於美國整個潮野來講 這個肯定 跟美國沒有切身關係 那為什麼要優先去處理 這個也是有個時間上的關卡 聯合部特別提出 有三個一向是挺台的參議員 給了一些意見出來 他們的意見其實是露出這個法案的問題 就是在出盡台灣安全之而 亦都可能引起不能遇見的一些反效果 包括最值得著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 其實他一直支持台灣的人 這個法案推翻了美國的戰略無禍 破壞了美國的一中政策 可能帶來區域上的不穩定 當然這些挺台議員 基本上對兩岸的關係比較熟悉 他們是很了解到 你挺台歸挺台 你不能是不掌握不了解 你可能不認同 但是你不可以不認識 不掌握不了解北京的態度 美國是很需要這方面的掌握 所以TB社平都是導出了台灣政策法 大家覺得這個可以大大挺台 可以和平共處 但其實這個真的我覺得 要達到那個阻嚇的目標的機會是低的 好 又看看環球時報 今天就是講得比較 好像遠小而已 去批評一下德國經濟部長的發言 是的 今天環球時報焦點在德國 因為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 最近經常向中國發炮 上星期在七國集團經濟貿易部長會議結束之後 哈貝克宣稱德國對中國的天真已經結束 他所領導的經濟部 現在制定新的對華貿易政策 包括加強投資審查等等的措施 以降低對中國市場為產品的依賴性 這件事其實美國一直在做 為什麽特別要招呼德國經濟部長 大家都瞭解到在密歐爾的時代 密歐爾執政很多年 中德關係相對友好 而密歐爾透過他在歐盟的影響力 都不斷去對沖一些反華 敵對中國的態度 由於密歐爾在這裏 德國的官員很少公開去批評中國 美國不同 英國不同 反華批華是有市場的 德國來說是沒有什麼市場的 所以中國在北京眼中 對德國的關係相重視 所以為什麽經濟部長 最近說話都引起了 《環球時報》也要批評一下他 覺得你說話很無理頭 《環球時報》我看了它這麽久的社論 都有一條規律 過去它對於澳洲 對於立陶宛 它都用過這個方法 來作一個社評 就是勞烈過去一段時間 依賴中國而得到的好處 比起今天的社論 《環球時報》說 大眾汽車在中國的銷售額 佔了它自己的銷售總額 49% 差不多一半 Audi、Benz、BMW、保馬 分別是42%、36%和34% 而拜爾、巴斯夫、西門子 或者其他德國很多的隱形冠軍公司 都有類似的情形 即是告訴你 喂 現在德國是所謂縱廠之廠 德國製造業為什麽牢固 是因為有中國的貿易額 和中國在背後的市場 所以美國人經常說 你中國人都偷了我們的技術等等 在過去很多的中國合資過程中 家權都很了解 和你合資而言 我不斷學你的東西 學到你之後 我自己就搞了一套出來 其實過去這麼多年 譬如還是說中德建家五十年 中國在德國 剛才說很多品牌 汽車各方面 學到不少東西 所以中國人相對來說 是很敬重德國人的 知道這個民族 他的機器 尤其是 各方面的東西 學了很多東西 所以是很重視中德友誼 所以你近期 我上星期講到 歐洲那個歐盟議會 各方面講到未來的發展 其實都下針對中國 所以突然你看到 你的德國經濟部長出來 都這樣去說法 所以都馬上回應一下 其實都希望 是固執中德的關係 是的 他警告 你這樣批評 你這樣提出 對中國的產品依賴性 是惡化對懷 經貿合作 在政治上 和經濟上 其實都是幼稚 你認為過去的天真 其實你現在這樣的舉動 是幼稚的 他說哈貝克宣揚 減少對華的依賴 一個主要的藉口 就是以貿易多元化來降低風險 但多元化 不等於政治化 這個環球時報的社評論如何 這個真是可圈可點 多元化不等於政治化 那 什麼時候他整篇社評論 在香港呢 香港的多元化 國際化 其實呢 香港政界中人就說 千萬不要讓人民日報 環球時報 或者人民網 去提香港 不提還好 一提都不方是好東西 一提你就要去解讀 通常解讀 香港那些建制好什麼好呢 你就逢解讀中國的國策 總是過猶不及 零左勿右 去到盡呢 香港怎麼為之零左勿右呢 這次習近平主席的七一講話 大家怎麼去解讀它 你想想 七一講話六千多字 我們的官員 我們的社會言達 我們的政圈中人 的解讀呢 就是老總理所說的 是零左勿右 沒有人反對的 你和他們有沒有真是 真是看完 看完 看不看得懂 看不得懂 每個字都懂 但是你知道 這些這麼重要的講話 既有的歷史淵源 很多伏筆 很多隱喻 這個就要解讀了 香港來講 有真是有好幾位 我們新聞界幾位的 所謂中國問題專家 凡是中國有什麼政策出爐 都找那幾個出來講講解讀一下 那我就好 現在沒有 沒有了 沒有了他們的聲音 沒有了 有些都收了聲 有些都不知道 不在香港我也不知道 真的 零左勿右呢 是以前文革之後的一段風氣 想不到就蔓延到香港 其實不是 自己多一點的看法 多一點的意見 真理越變越明 以前不是這樣說的 不過只是說一下 真理是不是越變越明 那你試試變一下其他 那些人都不敢開聲 真理越變越明 前戲就是大家都希望找出真理 而為什麼不是越明 大家都只為自己說出真理 那就越變越不明 我所知 有些官最重要 背一兩段七一講話 一說接受訪問 派上用場 哈哈 阿馮答什麼問題 記住 標準答案說幾句說話 一定不會出事 這個不求出事 保住烏紗 無風無浪 到這個 收工 收工 退休 你這些做官心態 你現在 北京都看不起你們這些傢伙 北京都看得很痛 不過有些事情 又要捏著不出聲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